每年夏天只要在5号洲际公路上开车穿过加州中央山谷 几乎不可能错过那些正在忙忙碌碌运输番茄的卡车 中央山谷的番茄是番茄酱汁、番茄汤以及沙沙酱的主要来源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 三年的严重干旱使得中央山谷的番茄产量连续四年减产 加州番茄种植者协会称 今年其成员生产的番茄比计划的少了14% 亚伦巴塞洛斯一家就在中央山谷种植番茄 目前他们耕种的土地面积大约是500多英亩 还有超过2000英亩的土地因为缺水而修耕 而这些土地以往都是用来种植番茄的 除了水 高通膨带来的燃油及肥料价格的上涨 进一步增加了种植成本 即使番茄价格上涨 农民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 这一切让中央山谷的番茄种植者感到沮丧 考虑明年是否还要种植番茄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周琦综合报道 自然进行兰盈预置 不,人次复制定